2024春季旅展盛大开幕 疫后团费高涨 荷包又得缩紧 即将迎来赏银记 民众赶紧来旅展 抢便宜 抢去看有没有 机票比较便宜的 机票我觉得贵很多 进来问看有没有票券 全民风出国 但机票实在好贵 长榮航空同步推出线上旅展 3月6号起 赴飞日本松山爱园 未税价只要9,390元起 桃园收入来回 最低5,665元起 尤其桃园出发到港澳旅游 来回未税都只要2到3千元 而今年第二季 各线旅行团费全部上涨 相比去年同期 东南亚涨了10%到15% 韩国涨了15% 每家最高更涨到了20% 早鸟优惠专案的时候 就可以抢先预购 旅行社有针对不同的行点 做包机把成本往下压 想公春季旅游 热者推出超杀优惠 搭上台积电热潮 日本九州雄本 四日游不用2万元 到韩国震海赏银 5天2万元起 第二人再优惠5千 不过到韩国玩 最好自备冠行用品 新的环保法规 将在南韩上路 3月29号起 饭店或旅宿业者 若规模大于50间 都禁止免费提供 牙刷等一次性用品 环保风气盛行 旅行社表示 像是在日本住宿 房内多余不会统一提供 而是放在饭店大厅 让旅客自取 到泰国或越南玩 基本的三星或四星饭店 也见不到牙刷牙膏 三月底之后 基本上所有的饭店的 一次性的备品 都不会再帮各位旅客准备 牙膏牙刷 还有一些拖鞋的部分 可能要请客人准备 南韩团体食堂 餐饮营业场所 三月底开始 也将禁止 免费提供一次性餐具 未来出国旅游 该用的东西 最好还是自己准备 更安心 记者中车梁晴轩 台北报道